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了 人已死去 再伤心也是无用 连爷爷 你在天上看着 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好了 练功 这灵气柱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而且远比我之前吸纳的灵气更精粹 不 这绝对和以前不一样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难道 我竟在魔异间破解了修炼通天玄公的诀窍 但是 这诀窍又是什么呢 原来如此 绝巧就在速度快满之间 练习通天玄公并不是越快越好 而应该有动静变化 我原本 只是想见荧光入底的剧痛 来麻木悲伤之情 没想到 我的运气真是太好了 不 不 这不是运气 这一定 是连爷爷在冥冥中的保佑 第一块铜天图对我已经没用了 就存在这里吧 等父王发现这块通天图 不知哪年哪月了 绝不会怀疑到 是我引天网流星的身份 从真徐那儿夺来的 我的灵石刚刚明明感受到一股奇怪的气息 难道是错觉 对 不对 就在左后方 第二块通天图 竟然会在这里 一定是我练成了第一块通天图 所以才对第二块通天图 产生了特殊的感应 不过 这也太神奇了 完全尝尽了第一块上的练功法式 这么说来 练法也应该是一样的 怎么回事 通天图明明在我手上 但为什么铁盒中还有气息存在 难道 不 不会吧 我的运气好得太过分了 开密会的时间到了 啊 如此紧急将大家召集来此 是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不过此事是好是坏 我也是难以说清 之前在我闭关中 突然预感到我的四九天节 就快要来了 啊 我也知道这实在不是时候 但天意如此又当奈何 当然 从好的方面说 这是所有修道之人 梦寐以求的机会 而且一旦成功 我方又多了一个修真者 番楚大计也就更有把握了 嗯 不过更有可能是坏结局 我杜劫失败 灰飞烟灭 父皇 风儿 正儿 于儿 你们都已经是男子汉大丈夫了 怎么还这样经不住事 既然老天要考验我 那便来好了 怕什么 男人 必须勇于面对 可以死 但不可以逃避 不可以 接下来我来安排一下之后的事情 正儿 从今天起 东郡政务 皆由你来负责 我制作幕后指导 是 父王 我们秦家的军队 完全是由军功来决定地位的 完全是由军功来决定地位的 你可知道 父王 海尔会努力的 羽儿 父王 终于召唤我了 羽儿 我不对你做任何要求 你想干什么便干什么 父王只送你一句话 我们秦家的男儿 从来认为对的就去做 不要畏守畏畏 畏惧死亡 我记住了 父王 军政大事既已定 你们几个道士 就和封先生一起保护我去洪荒秘境 迎接天劫吧 辛苦各位了 封命 父王 我也跟你们一起去 不行 你们兄弟三人 一个都不许跟去 为什么 两位兄长各有重任 不去是应当的 可是我为什么不能去啊 小语 保护王爷杜劫的人选 我已和王爷商量好了 有我们在 你就放心吧 放心 这可是我的父王啊 我怎么可能贪然处身事外 羽儿 不要胡闹 你可知道杜劫 是件多危险的事吗 危险 难道要畏惧危险 父王 你可还记得刚才你说的话吗 认为对的就去做 秦家男儿 乌要畏守畏畏畏惧死亡 现在这便是我认为对的事 死亡我并不畏惧 我只想和父王在一起 小语 男子汉不畏死亡 但也不能只凭一腔热血做无畏的牺牲 相光手下高手云集 更可怕的是还有两大上仙 如果他知道了王爷杜劫的消息 一定会派人来的 那又如何 如何 你一个修炼外功的 连仙天都不是 拿什么去跟人家拼 你去了不但一点用处都没有 反而会在危险的时候连累大家 哼 仙天 对了 父王曾经说过 只要我能达到仙天境界 就允许我参与计划 得罪了 三天下 你 父王 孩儿情欲 现在已是乾隆大陆有史以来 第一个仙天外功高手 什么 三弟 闻所未闻哪 好强啊 三殿下如果动用忠品灵器 属下是否是其对手都难输 父王 不行 为什么 为什么还是不行 父王 你不是说过 只要仙天境界就可以了吗 我现在实力远超一般仙天高手 即便是仙天大圆满境界高手 我也有一拼之力 为什么 为什么还是不允许我跟你一起去 小语小语冷静点 好 我冷静 父王你说 到底是什么原因 如果你说服不了我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的 依靠自己的苦练 竟然从外功达到了仙天境界 很好 很了不起 但就算是仙天大圆满高手 在修真者面前 也不堪一击 而相家有两个上仙 这就是我不让你去的原因 现在你明白了吗 小语 父王 你还记得吗 六岁那年你突然将我送去了云雾山庄 在哪里我孤独极了 唯一能做的事 就是去山顶看天亮 看日落 期盼着父王能够来看我 可是一次次的希望 又一次次的失望 整整两年 父王你只来过一次 我就想 为什么父王不常来看我 是我不听话惹父王生气 还是我太讨人厌了 后来才知道 父王是因为有大事要做 没时间浪费在我这个不成才的儿子身上 于是我就决定 修领成一名高手 这样我就可以帮到父王 就可以经常和父王在一起了 因为我的丹田天生有缺陷 所以只能修炼最苦最累的外公 多少次我已经撑不下去了 但一想到有一天 会重新获得父王的关注 我就又站了起来 尤其当父王说 只要我能达到先天境界 就能参与计划 我不知道有多兴奋 那时我就发誓 不惜一切 哪怕是生命都要成为先天 高手 十年 整整十年 我一直在努力 我终于做到了 于是我赶紧回来 就是想要告诉你这个好消息 就是想要从此留在您的身边 可是我错了 错得很离谱 好 于儿 现在我才知道 在父王您心中 我这个儿子永远是没有用的对吗 可是 您给过我机会证明我自己吗 你连机会都没有给过我 为什么就敢肯定我没有用呢 为什么 为什么 什么 哎呀 你 父王 对不起 我失态了 您放心 我不会再来烦您了 玉 我 把时间修炼童天玄弓吧 我一定要让自己变得更强 又失败了 明明和第一块童天图完全一样 怎么就不行了呢 你 我真是笨死了 就算不同通天图的练法一样 但是快慢节奏变化 未必也一样啊 再试一次 这次试 快 快 慢 快 慢 再来 再来 快 快 慢 慢 慢 快 快 快 慢 快 快 有了 快 快 慢 慢 快 快 快 慢 快 是谁 有字 皇上 蓝先生 老祖宗又有什么殉教了吗 东军按其有密信 秦德马上就要度四九天劫了 什么 如果被他度劫成功 东军 岂不是也有两个上限了 那还得了 所以老祖宗 让皇上趁此机会除掉秦德 这件事 想要有绝对把握 一定得请五行五德兄弟出手才行 但那两个老怪物可贪心得很呢 没点好东西恐怕 放心 不会是吃圣丹吧 老祖宗怎么舍得 此事关系重大 不得不如此 所以 皇上明白老祖宗的态度了吧 放心吧 蓝先生 朕 绝不会让老祖宗失望的 两位上限 那秦德狼子野心 要造反回我楚国万事基业 如果被他度劫成功 不但对我们相家是祸 对两位也不利呀 那皇上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 两位上限是否可以帮忙杀了秦德 师弟 你说呢 师兄 当年我们和向阳约定的 好像只是守护相家吧 我也想起来了 似乎确实如此 这两个贪心的家伙 只要两位上限肯帮忙 这可耻圣丹 不成敬意 皇上 都是自家人 你又何必这么客气呢 是啊 不就是个秦德吗 保在我们师兄弟身上 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哈哈哈 佩武 无耻 小黑你看 我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练成了通天巡宫 可是我却突然发现了一件事情 我练它有什么用啊 我想啊想 想了半天都想不出来 小黑你说好笑不好笑 小黑你说什么 你说 你说我不是男人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 你连父母都没有见过 根本什么都不懂 我的父王马上就要杜劫了 面临生死考验 而我却只能像个废物 站在一旁看着 因为没有人相信我 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心情吗 你知道吧 做自己 我只是想要杜劫了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 撒动的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 还不想要杜劫 我认为你 你最好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行不义 必自并 花明月暗 冷清我 必杀窗外 静无人 刘欣先生 不如明早再走 放开 难道 先进卢家 明日 天王长老约你一谈 从此无心 爱良夜 任他明月 下西楼 刘欣先生 既然已经到了 为何还不进来 好快的速度 而且没有风声 至少达到了 仙天大圆满的境界 怪不得三个月内 连杀九名仙天高手 怎么会是他 父王的手下 竟是天王大长老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 刘欣先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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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